你们虽然年轻 可你们也有父母亲啊 以后也有老的时候啊 就不能理解一下老人家吗 理解 大爷 我们这一代 这压力多大呀 我这一个月工资 刚好供着房子 我每天加班累生狗啊 你们 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们年轻人 你们累啊 我看你们有劲得很的 每天都是生根半夜回来 还拼命地按喇叭 滴滴滴响 什么意思啊 扯心不让我们睡觉啊 您还睡觉呢 我一直以为您不需要睡眠 咱们就说着这事 每天四点钟 他们准起床 五点钟不是放广场舞音乐 就是在那儿呼喊呼喊地照顾 你们想过我们要睡觉吗 说着我们短练人 就不能早点锻炼啊 就是啊 我们就没有锻炼了 锻炼 锻炼好呀 不是一锻炼你去别墅啊 别闹在楼下干什么 干什么呀你们 别闹在楼下干什么呀 别闹在楼下干什么呀 别激动 都少说两句 吵吵吵吵 吵我没完了是吗 吵够了没有啊 我都少许点 坐坐坐坐 快点 啥话 这两边吵起架来 一点都不像睡眠不足啊 你们其实争论的点啊 就在于一个空间问题 据我所知 离这个小区 差不多一公里的地方 就有一个停车场 不是 那不成啊 你一定不会吵吵的事 我买辆车 我不就为了少走路吗 上班回来已经那么累了 回了家 我还得爬楼 最关键啊 还没个电梯 对 你还得说说这个电梯的事 我们几个商量过了 咱们是愿意凑钱 给安个电梯 但是有一点说明 贴个告示出来 没花钱的 一概不让用 不用就不用 我还不稀罕呢 这能是谁要用的 再说了 你们有本事 不要把电梯抓到我们门口 辛苦了 不是 我说你们几个 能不能不要那么自私 多大年纪啊这是 你们想要什么呀 想要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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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没玩我 想要什么